第二种方式就是用复制的方式 那复制我怎么复制呢 实际上就是复制一个下来嘛 对不对 所以总共复制八次就好了 但是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偷懒一点 比如说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就是说按复制之后选取这两个 按Enter 表示我要复制这两个 接下来他会问我说 请指定你的基准点 那基准点就是说我要从这边 复制到这边产生另外一个在这边 所以我就直接点这个端点嘛 点下去之后的话 再点下一个端点这个端点 好有没有就复制一个按Enter 就好了 再来的话呢 我再把这两个有没有再复制 有没有就两个再两个 就变两个就变四个 四个之后就变八个了嘛 所以第二个方式再来就是说复制 然后呢直接选这两个嘛 对不对 好这样子按Enter 这两接对不对 要再复制两接嘛 所以呢要告诉他说从从哪里呢 从这边到这边有没有 按Enter 有没有就又复制两个了嘛 对不对 然后最后一次呢就再一次 复制从这边到这边这些物件 Enter 好我选好了对不对 然后呢再来的话 从这边端点到这边端点有没有 哎端点找到了 然后点一下 再按Enter 也是可以啊对不对 如果说你阵列有的时候很快 但是呢很容易就是因为你观念不是很清楚 做不出来的时候用复制也可以解决 好所以说复制的方式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好利用复制的方式 好那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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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